今天要來介紹一下夏天很適合吃的這個酪梨沙拉 它是清涼可口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有什麼材料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材料 這個第一個酪梨 買回來之後稍微放一下 讓它稍微軟 這樣會比較好用 好 然後再來一次紅洋蔥 紅洋蔥的話比較不會這麼嗆 待會加進去的 還有蒜頭 一顆檸檬 蘋果 還有一個牛番茄 以及一點胡椒粉 胡椒粒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製作 OK 首先呢我們現在切洋蔥 洋蔥那一半就可以了 來從這邊這樣切開 OK 好 那現在把這個洋蔥線細丁 這個時候呢 把這個洋蔥外皮把它剝掉 好 那先畫一刀比較好剝 把它外皮剝掉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打外皮剝掉以後呢 好 你看一下這有兩方向嘛 一個是根的方向 一個頭的方向 把頭 這方向切掉一點 好 切掉之後呢 這個根的方向不要切掉 那我先把從這方向切 好 就成立體的扇狀這樣切下去 好 快好了快好了 好 然後這個時候呢 剛已經這個環境切過了 然後現在從這方一切 它就變成釘了 很細很細的釘 然後看到嗎 就是像這樣子 對 就像這樣它就切成一個釘了 好 那我們把洋蔥拿起來 洋蔥切好之後 就像這樣子 這個碎釘 那我們現在這個就已經切好 我們先把它放進去準備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要來切番茄 番茄呢 呃 也是把它切成細丁 先把它切成一半 好 然後把這個 硬的地方把它切掉 好 就只要一半就可以了 那我一樣順序翻個切 切切 切 切細細的切片 OK 現在番茄準備好了 大概就是切成這樣子 大概是半窩溫左右的這個 立方的小塊 那我先把番茄放到旁邊準備 接下來呢 我們要壓這個蒜頭 好 蒜頭壓一壓 把皮剝掉 我現在來壓一下 OK 然後把皮剝掉 好 現在把這個蒜頭皮剝掉之後呢 再把它壓碎 好 然後把它切切 切成碎片 那 切成碎片之後呢 你可以另外放 你可以跟番茄放在一起 那我現在想要把它跟番茄放在一起 應該是沒關係 可以放在一起 OK 好 現在把它拿過來 跟番茄放在一起 好 好 接下來呢 我要來切蘋果 蘋果的部分呢 因為我想要它的顏色 你如果切蘋果的話 也可以 那我想要紅蘋果 切今天 把它切下來 切下來 切下來之後呢 我們把它 一樣切成 切成細丁 切成細塊 OK 那 蘋果切好大概像這樣 把它切成 一公分左右的 大小這個 切丁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 準備酪梨 酪梨的話呢 你看它的方向 它就是彎彎的 所以你要找這個方向 把它切開 這樣就可以順利的把紙拿出來 好 把它切開 你可以順著這個刀把它畫一圈 但是要小心手 切完要小心手 好 好 這樣慢慢把它撥開 哇 是一個很漂亮的酪梨 好 那 這個酪梨應該已經成熟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應該很輕易就可以把它刮出來 我現在就直接拿 湯匙 把它刮完裡面就可以了 對 它非常容易可以刮下來 就像這樣子 好 那個 湯匙 稍微轉一下 這樣它就很容易就下來 像這樣子 好 OK 好 現在我們的材料都準備好了 我要開始來拌 好 我現在先把這個 剛才這個酪梨跟蘋果 把它放到大碗裡面 可以拌到大碗 好 我可以先把它稍微壓一下 把剛才這個整塊的酪梨 好 把它稍微切碎 好 現在酪梨 跟蘋果拌好之後呢 我要加一些洋蔥 剛才洋蔥 這可以按照個人口味 不需要全部加 我可以抓一把進來 好 以及剛才的這個 番茄 還有蒜頭 我現在再把它加進去裡面 好 那 接下來再把它攪一下子 好 充分的把它拌勻一下 稍微拌勻就可以了 好 現在 最後一個步驟呢 現在已經拌勻了 我們要稍微調味一下 你可以加點鹽 那你說不想加鹽的話呢 也可以加點 胡椒或檸檬汁 那我現在 切一個檸檬來 檸檬對切 對切之後呢 這個 訣竅就是 把它稍微搓幾下 用刀子稍微搓個幾下 把檸檬破壞掉 然後這個時候 檸檬汁就很容易被擠出來了 就像這樣子 你看 檸檬汁非常多 好 大概就像這樣就可以 好 好 那 檸檬汁加進去之後呢 我再稍微把它拌一下子 稍微拌一下子 好 好 那 差不多這樣就完成了 這就是今天 介紹的這一道 夏天吃得非常好的 非常適合這個 酪梨沙拉 可以當咖啡菜 或是說你在看 現在看市族在的時候 你可以買一點Dolitos 或是什麼羊麵片 綠米片之類的 拿來沾 或是配啤酒 都很不錯 那我們待會就來試試看看 然後再加一遍 再加一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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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櫻子 超級油